1號也有1 2 3 4 有五位委員 那其實做了一個討論 其他包括黎晨安委員 張天前委員 尤其委員 沐國人跟張規政委員 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做的 哪一位要講解 好 開始 跟各位照顧好 好 一個就構造結構的部分 我去看這個房子基本上 就是下構造完整 不過就是在南側的地方 有一些增建的部分 還是說它有外大 可能是那個房間的房價的部分 有局部的使用 就說不是我們自私的這種大幕構造 它是用另外的一些商務去把它做搭接 所以當時在現場的時候 我也跟幾個報告 看起來就是在南側那邊的話 這個構造好像有點被變動 被更正過來 所以在整個整體的塑色的物體架構來講的話 它是有一些缺陷 不過這個當然 這個一位老房子 修復大概可以把它修復回來 能夠用原材料 或者找到類似的這種物料 可以把它的架構 把它恢復連創 所以這個都可以來做補救 那整體的物體價值的部分 在科學方面它的材料 它的工法 基本上跟我們看到了很多日式的宿舍 基本上都一次都有具有那個水準 所以基本上我個人也覺得這個房子 大概如果要給它補齊的話 當然很多地方都被修改過 但是它保有的大概應該有百個九十 還是原狀況 所以基本上這個 古蹟的話是比較稍微堅強的 我個人覺得今天建築一見都還不錯 但是目的就是說 要對台大一個肯定 今天真的是像我們剛剛人眾提到的 今天對台大是一個禮食別 然後校長的親自來Promise 要把這一個古蹟的部分在我們前頭 我想這個對我們文書寶 本來講今天對台大是一個大股的肯定 對台大肯定 好 謝謝張偉 那您為 那個 這個房子應該去過很多次 那這很多次的過程裡面 當然連續的時候 大概裡面還是會堆積很多東西 那慢慢這幾次大概也都清理得很乾淨 那清理乾淨很乾淨 所以相關的照片 大概會前線 還可以給大家的特徵 那第一個 當然在歷史的時間 可能在1930年左右吧 應該應該有80年到90年 大概有80年的歷史 應該具有歷史的特徵 那第二個呢 第三個是日本式的 這個木造樹枕 不同的木造樹枕 那它跟第三個 這個木造樹枕 卻談不太一樣 這個木造樹枕 跟這一代 這個木造樹枕 其實在所有 大概非常特別 我們大概有一個 堂坑的入口 然後我們今天提供出來的 資料呢 這個開的蠻開的 因為它所有的 開門開窗的這個 建具 大概也安排得非常具有現代性 就是開到 應該有比較長的照片吧 就是開門開窗 我們桌上有一份這個 黃金拍的這個照片 大概我們先看到 開門開窗的 都有一些 都關注單獨日事件 我們來看一下 都具有這個 比較具有現代性的風格 所以呢 在這個 我覺得它具有高度的 歷史 藝術 科學的價值 那當然也具有獨特性 它跟所有在台北市的 所有的認識木造的樹枕 完全不一樣 又是獨特 又有外觀點 完全不考 所以這個具有獨特性 那另外一個呢 當然當然 我覺得應該具有獨特性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在這裡面有重要的人物 就是 財進龍先生 財進龍教授 那我想這個大概 今天整理的 應該也蠻清楚 這個手上也有一份這個資料 大概 大概都具有這個 國會大量民主講的 這樣的一個條件 所以看來也有重要貢獻 所以那如果是 古蹟跟紀念建築 這個是兩件事 紀念建築 紀念建築只要具有 歷史建築的條件 就可以成為紀念建築 所以紀念建築呢 紀念大概就等於歷史建築 那古蹟 那比這個高一點 那我覺得看來應該具有 古蹟駕駕駛 當然我們也稱讚 當然還是可以叫 台進龍這個附居 但是因為就 年代時間比較短 這個 要不要這樣子叫 等一下我還可以討論 但是我覺得 直接稱古蹟是很比較差的 好 謝謝 好 謝謝 來這邊還有沒有 有人要表達意見 我想這樣 就是說 今天當然大家談這個議題 有三個名詞 一個是紀念建築 一個是歷史建築 一個是古蹟 大家剛剛談到 大概有三個 紀念建築 歷史建築 古蹟 那當然這三個 等一下我們會 因為我們是委員士 各位委員大家 第一次了解 大家會投票 會投票 不是說我們是透過票 投票的方式 來提供 那各位委員的意見 我想申請大家意見 因為我看這個 來 是不是要先說明一下 評論 待會兒報告 大概就 台北市內 現在 有的那個 日式的民居的部分 說明一下 大概古蹟跟綠件 他的 當初給他的 實在討教一下 但是第一個是 是以台大來說 有被指定 日式宿舍被指定 古蹟的 大概就是 福中街的7號9號 還有余大圍部區 跟 不好意思 潮州街的7號9號 余大圍部區 還有福中街余站 是比較大型的官社 而且帶庭院 比較小的 像類似今天的 大概就是余大圍部區區 大概就是余頭 那其他的 大概都是代品樂 然後 歌曲比較大 大概都是假種萬色 像這樣 他們比較特殊 那有請老師思考 那第二個是 上次在指定 聚落裡面 其實是 他是沒有進來 被指涉的建物 就是 其實上次說的沒有價值是 整體聚落的指涉裡面 沒有講到這一棟 但是依據文治法15條 他還是要經過審查 所以這一次才進來 那上次其實依據的資料 是91年到95年之間 才到自己做的一個調查 那這一次其實我們 市長講說 要請文化局再重新做整個聚落的調查 所以請各位放心 他整體的整個聚落會更完整 然後也會讓這個聚落裡面 哪些建物其實用什麼樣的方式保留下來 會更清楚 但現在當然法律上 剛剛郭老師講的 會比較擔心的是修復的部分 我們也要講一下 就是現在台大擁有的文化資產方面 以修復的補助層數 大概大學最多是三層 然後因為是大學 是學校機關的部分 所以它不能容積移轉 也沒有容積調判 到目前為止 但我們也在跟文化部爭取這樣的一個機會 能夠進出大學的壓力 那也希望老師也幫我們一起去 大概是現在為什麼會大學問到這個問題 好 好 各位還沒其他的意見 我們今天提出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 這個擬辦 各位看到這個擬辦是這個紀念建築 這個綜合的過去 然後還有線刊等等 那麼最後有一個擬辦 所以我們應該是這樣子出的 我們大家看看大家有意見 我們先從紀念建築 因為這是我們的擬辦 那我們第一順 我們先看紀念建築 大家在看討 如果大家如果紀念建築是和式的 那我們就定來 那如果紀念建築 大家心中都有一把尺 我相信經過這個討論之後 都有一把尺 那紀念建築如果沒有達到過半 沒有過半 這個要數 好 我們就進入第二順 這個紀念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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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過半了 我們就進來 那如果沒有過半 我們就進行第三個紀念 我們就進行第三個紀念 OK 我想這樣一步一步才有辦法 這樣一步 我今天看他只有幾步 來 是不是要各位為 同不同意這樣的一個方法 我覺得文化資產很少 他把這個所謂的流行文化資產 分成古籍 古籍裡面有國立建築 然後又有歷史建築 又有紀念 實際上這三個紀念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我們往往誤會 它是最有價值的 是古籍的 其次是歷史建築 最糟糕的是紀念建築 氣勢不大 氣勢不大 其實這個東西 就因為它我們平定的 我們應該是依法 來去探討它的價值 在這個歷史建築 這個登範法裡面 講得非常清楚 我來練一段給各位聽 就是說 它這邊在第二條裡面 第二條第四項 它就講到 何於歷史建築 登錄基準之建造物 與部署設施 如署與歷史 文化 藝術等 也具有重要貢獻之人物 相關之德 等於我的紀念建築 照這個法的要求來看的話 紀念建築與歷史建築 更巧合 它除了富有歷史建築的基準之外 它還要有人物 所以這個紀念建築比 價值更高 那歷史建築跟古蹟 它的定義不一樣 歷史建築它最重要是 地域性的風貌 或者建築史藝術價值 或者是跟地域性的建築面積 而這個 我們常常可以講 如果追蹤建築 它是在一個整個全國性的來講話 它是可以把它變成 或是武器 或者是道骨器 但是屬於地方性的東西 你就不能夠把它一起下個評論 它是地方性的 所以我會覺得 應該 照講應該是依法來論 在其次 我們再看看幾次的規範紀錄 在107年的時候 所有的委員 都認為不具有文化市的價值 都不具有 然後隔了兩年 因為知道是台銀融先生居住過一半 結果就通通變成具有文化價值 那這很明顯表示 這個價值不是因為這個天主 是因為台銀融先生居住過一半 所以這個地方在講的話 照一講是應該比較符合 這個歷史建築分路基本法 這個裡面的第二條所講的 它是因為在物理關係 而不是一個建築關係 事實上我們台大書誠那麼多 剛剛副作者也講過 比這個大的 比這個高華的 多的是 我們不能夠用建築法 來跟其他人一樣 是沒辦法 所以我想這個還是回歸到法 好 好 謝謝協委員 我想為這個案子 給我一個 比較更清楚一點 從法的立場來看待 各位手上也都有這個條文 剛才協委員所看的這個條文 大家應該都可以理解 各位還沒其他的一個問題 好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這樣處理 因為這個主題 經過了研議會餐 最後今天提到這個大會來 它的擬辦就是要做為紀念建築 這個擬辦 所以我們就先處理這個 那處理完之後 如果是結果怎麼樣 我們再接著 如果需要再往後來做處理 看到我剛剛講的 因為大家有提到我們期待嗎 我們連會我們也是尊重各方的意見 如果可以的話 請各位就把這個 手上的這個 你或是給你下 給你下 沒有沒有沒有 先去這個 藍色的那一張 有關 紀念建築 藍色的那一張 對 藍色的紀念建築 就要讓他安排 對 藍色的那一張 製造在這張 因此 為了 我們也要去看看 藍色的ペースト 鱈目的 在我看到 紅色的有色的 是 來自採訪 立食 在那一張 我們在這張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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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 所以本案決議同意登陸為紀念建築 謝謝各位 下一看 泰國安有別國區新生業母號 平好民眾警報警劣策在於什麼樣子 那是不是可以投票五級 不只是區會委員都同意是體驗 為什麼不可以投票 是不是 這邏輯是不是應該這樣 怎麼會從底下上來 一般都是從上面下去 為什麼是歷史建築制服務 那民教委為什麼是市民建築 可以投 但是並沒有一定要先投拿 但是過去的經驗就是從古蹟開始 沒有啦 沒有一定要從哪個開始 那所有人都是同意紀念建築 為什麼不能在投拿 因為人物不能在投拿 那就看主題是不是 在投一次是不是主題好不好 好 OK 剛才有民眾 那民眾有提到說是不是要 要來投票五級 各位有一個提到 過去有一個案例 是嗎 對 我剛剛跟主席還有公務員報告 第一個 他可以都投 第二個是並沒有順序上 並沒有說一定要投哪一個籤 那也可以這次投啊 當然下次人家再提古蹟 就是說你沒有 他也可以申訴就是說你沒有投古蹟 會下次又再投一次 所以是不是建議委員可以投 那這三種歌 不是 不好意思 剛剛薛老師已經講了 歷史建築其實要加上民人故具 才會變得經驗 對 所以他的歷史建築 其實已經被紀念建築涵蓋了 他條件 負擔的責任也一樣 對 對 好 各位可以請教你介紹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再投古蹟 好 各位可以同意 好 我們請各位把這個古蹟的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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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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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